有人说好莱坞是造梦的工厂 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迪美的第一天 影星成龙在好莱坞的地标中国戏院前面 印下了他的手印和脚印 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那么这一次美中两国领导人会面 华人和美国人对他们有什么期许呢 成龙表示20年前他接受史太龙的邀请 参加在中国戏院的电影手印 他看着地下的手印 红地毯和约翰维恩等明星的名字 心想不知道哪一天也会有自己的一份 多年来他的梦想终于慢慢成真 自己的梦想成真 成龙也乐见奥西会成功 成龙说他希望美国和中国合作出成果 让世界更和平 克里斯塔克是成龙的老搭档 塔克说希望会谈能产生积极的结果 跟中国的关系变得更紧密 那就好棒 中国的TCL集团买下了中国戏院 十年的命名权 集团的美国总裁毛文初非常兴奋 王文初说 觉得习主席现在来 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来说 我们也越来越骄傲 我们新一代的领导人 有更宽广的对主事 有的期许相当的具体 沈女士表示 美国现在像我们学生是一年以前 像台湾都是五年以前 所以这个可以改善一下 干润导游的杰森指出 美中关系好坏 影响旅游生意 他说 希望习主席能够更好的 跟澳宝马谈好 许多洛杉矶的侨界人士 特别为习近平来访举行座谈 洛杉矶市政府的交通专家 徐和生为能源危机忧心 他说 再过27年 全世界就没有汽油了 那么希望 中国跟美国的领导 能够在石油能源危机这方面 互相合作 创造另一方面的石油 汽油的代用品 制造酸银 王胜生指出 今天这个世界 不是说哪一个国家可以决定的 今天已经迈向了 整个世界的沟通 和解 对话 需要对话来解决许多的纷争 所以说我们对西澳 会有深切的期盼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看好这次会晤 芝加哥游客 柏瑞斯表示 他不肯定这次会晤 能有什么具体结果 因为所有的事 都是在幕后运作出来的 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 两个经济体 他们应该多交流 寻找共同之处 美国第一富人 米歇尔不出席峰会的消息 无疑引起广泛的关注 宗里全地区居民约翰表示 他认为要尊重对方 考虑轻重缓急 米歇尔应该参加峰会 他认为不出席 会让人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发生误解 同时当地居民的文森 则认为 米歇尔把家庭和国家 放在第一位 而家庭又更重要 况且他还有其他责任 不过他相信 一旦两人见面 将会承认众人注目焦点 杜克雷是南加州大学 美中学院院长 他对会晤持保守的看法 杜克雷指出 两边政府都努力 降低人们对这次会议成果的期望 他们说 都没有打算宣布什么大事 也不一定提出完整具体的协议 他们降低人们的期望 专注在为两国存在的主要问题 促成阶段性发展的讨论 奥巴马和习近平两位领导人 星期五下午5点开始会面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福 从兰桥米拉日发来的报道